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那边呢是你看这里穿着绿衣服的人士说是要抗拒中国比较温柔的攻势 他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现在签这个协定呢与其说是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不如说他是巩固了现状 他也特别谈到其实呢很多大的问题常有的问题 可能要留到下一任的领导人去解决 那么现在大公报和中国评论怎么评价这次民进党的表现 他说暴力小英形象差 阿扁呢是在串谋要夺位 那么他说呢对于这次的活动 陈水扁没有参加维城的游行 那么虽然说他是因为党中也没有邀请他 但他跟前一直要坚持参加上个月25号的枪马游行 似乎判若两人这里边就分析了 外界也传出或许陈水扁知道蔡英文对群众应用的掌控不够熟悉 想等到蔡英文无法加入民进党时再出来取而代之 那么这个中国评论的文章就说陈水扁的突围战略与保命之策 他谈到了这个联合报的民意论坛版上写了一篇装撒的蔡英文 气弱由私的民进党 那么恨批陈水扁 蔡英文与民进党新潮流戏 他这个作者还内比说蔡英文和陈水扁的关系 就像好马英九需要陈水扁的官司 陈水扁没有马英九的无能 而蔡英文需要阿扁帮忙在党外固守生律 扁载也不能没有蔡英文在党内防洩卷土从来又如何切割的开 分析的很有意思 李登辉的洗钱一案也应该向社会交代 这是联合报的文章 那么谈到了五名这个前台湾领导人的随护人员被限制出境 其中两人呢又当过李登辉又当过陈水扁的 那么他们现在双方都互相指责他们是洗钱的人头 资荣时报就在批评马英九呢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冲突当中 说马市长的宽容与马市长的强硬 谈到了这四次台北发生的大规模的这种示威事件 说2008年的围城行动呢 马英九是拍桌怒骂在野党 但2006年红山军的时候洪流四串 若非市长他也会静坐 这是马英九自己的表态 2004年联颂拜选的时候 马要在场的群众保重 2000年首次变天是马英九赴李登辉的官邸去逼宫 所以他说呢只见政治算计 未见真理公义 这是自由时报 现在有一帮学生去闹事 所以台湾的野草莓学运是争取游行自由 那么观念平台学运的春训 过来人看学运任何政党呢 他说呢没有能力去动员学生 因为现在有一个版本说呢 这批学生是被民进党动员的 但这是自由时报的观点 中国时报说呢 这个事件之后呢 说大陆那边的部级官员交流喊停 那两岸的官员都说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回事 国台办的新闻局兼发言局长兼发言人说呢 如果有高层官员决定暂缓或取消访台 应该是个别的个案现象 所以呢重庆市副市长呢 说访台喊卡 所以丽云就说呢 这个不来就算了 蓝云就说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但是下月两会的会谈应该就不会受到影响 张明星说呢 仍然愿意和民进党进行接触对话 虽然他在台南被人推了一把 而国共论坛竟然在天津举行 可能双方会谈到这个SEPA的相关的问题 对于这次的会谈 赖信源就说 两岸朝着正式现实的方向在前进 他说呢 这个二次江城会谈已经达到了台方当初设定的目标 两岸政府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是有所变有所不变 改变的是双方长久以来的对立与冲突 不变的是台湾方面对这些 他们所坚持的一些原则的坚持 同时赖信源也说 由衷敬佩陈云林为毒奶事件的道歉 信邦说武力出统和暴力巨统同样有害 而教宗呢 就是那边就赞许呢 马英九说半年之内就让两岸达到了区域和平的做法 对此感到十分的欣慰 环顿时报谈到了说台湾和大陆方面的这个还是要进行对谈的 当美国人正在聚焦总统大选的时候 海峡两岸历史性的对话已经圆满结束了 这次经济领域的对话非常的重要 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意义 马英九的实用主义正在不仅是像台湾像大陆的一种迈进 也是像世界的迈进 这是华盛顿时报的 而林珠水就是说呢 这次游行反映出维持现状的民意很重要 这也值得马英九政府的重视 中国时报说江城会后两岸进一步交流的考验 说天这个天堂不撤手 它是这么一个名字 两岸的航空协定是签了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呢香港就感到比较失落 所以呢信报的文章叫做 两岸空协彻底甩开香港 因为以前的时候呢 这个飞机都是往南再往北边飞 现在呢就是北线呢是直接就回去了 所以呢到了上海呢只需要82分钟 在台北这边呢 就到北京呢是两个半小时 香港是有一些失落的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消息 上海的一个副区长呢是已经回国了 所以劝反出见成效 那么近两万贪官外逃卷走了八千 八千亿的这个款区这么多 大公报说刘志华案情呢 他的详情是曝光了 刘志华案是经历了两年多 坊间有许多传闻 但就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来看 基本可以确定 其中与入美的张文忠案无关 与周梁洛案无关 与奥运工程无关 对刘志华的十项起诉都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 另外一个就是深圳前段是一个警民冲突 关乎程序的公正 这是信报所说的 而河北那边出了一个矿难 传出了矿主呢 希望用两千万来摆平夺取了三十五条人命 南华早报谈到了是这个地震的这个半年 这个周半年的这种纪念 所以有十多位香港人士在游行要求加快 对四川地震倒塌楼房的调查 我们再休息一下